最近明星这个婚恋消息比较什么时候都多 我觉得一华导演那天我拜读了一篇你的文章 说幸福是一场似曾相识的电影 他讲啊你知道他先透一八卦 就是说郑秀文和许志安是怎么复合的 跟他有关系 没有跟我有关系 只不过那天刚好 他们是好像是在礼拜四还是礼拜五 就是接近周末的有一天 然后去一个餐厅吃饭 然后被记者撞到 然后我刚好那个周末之后的一天 就跟他的经纪人在一块开会谈另外一个事情 然后就看着他经纪人 就大概每隔三分钟就接一个电话 然后就走进走出 因为别人找不到郑秀文 因为他好像去一个高海拔的地方拍戏去了 所以他就问他说到底现在是怎么回事 他只能说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用各种的方言 用各种的方式来说不知道 我知道的也只有这么多了 为什么用各种的方言去说不知道呢 因为内地的记者也有 不知道不记得 I don't know 有没有日文我不知道 但是你何以有后来的感触呢 主要其实是我觉得他们也算是一种符合 那符合的话我想两个人的了解 必然就比就是说很一帆风顺的这样子 像我们刚才在讲说 大S跟汪小飞 他们最传奇性的一个东西就是20天 但是我们这两个人好像他经历了都不知道多少年了对吧 所以我觉得说这个过程他一定是对彼此来讲更深刻的 真的这种豪门婚礼就是我们刚刚说大S王小飞 我们看了只是遥望啊你知道真的不敢想 没办法想说哪天有一天会是这样 但是刚刚看到郑寿文跟这个 呃许志安复合的时候你知道对我们圣女是多么大的希望 哈哈哈旧爱还是因为毕竟这次我已经是一定要有旧爱才是有个年龄了 然后呢没想到将风风雨雨走一程呢 成熟了 大家这个最后你的旧爱还是会回头觉得选择你是好的 所以你会觉得就第一旧爱还是最美第二圣女还是有希望的原则 但是但是有一件事我不明白就是你为什么要把别人意淫到自己身上 哈哈哈因为你在哎 你知道这是很普遍的一种心理 那因为那叫头头射 我很难理解我们做媒体不就是在传达一些价值观给大家吗 告诉大家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 然后呢是不是跟你想象的一样或者是去告诉你不知道的情况 郑宿文有救了不意味着你就有救了 这有什么关系吗 你怎么也让我也让我寄透的希望都不愿意你知道太残忍 但我意思是说这就是透过媒体给一般民众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讲话那我觉得一般民众很糊涂啊 他是他你是你这什么关系呢 也不见得哦 每一个明星你现在上微博他为什么有一百多万两百多万的人关注 这关注我觉得不竟然只是一个围观 他必须在这个偶像或许这个对象身上找到跟自己共通的一点 文涛你今天这么成功变成主持人很多人一定想要知道你成功的道理 那我们就可以copy或是我可以模仿往那个方向走 模范了 对模范了 所以我在爱情里面我肯定也会找个名人来做我的模范了